我们为了探讨销管费用的分析 我们可以再由营运管理绩效评估的范例来加以说明 在这次范例之中 有几项比例可以用来评估两家公司在销管费用管理上的绩效 首先销管费用占销后收入的比例 即表示公司没产生一块钱的销后收入 必须投入多少销管费用 所以我们从范例中 我们看到台塑化公司比中油公司投入更大的销管费用 这是因为中油公司采取的是成本优势策略 而台塑化公司它则采取高服务品质策略 因此公司虽设定了较佳的利润目标 但台塑化公司未能改善其成本管理的效率 而使得该公司的销管费用占销后收入的比例 会有27.3%增加到28% 而这一些说明虽然看出两家公司经采取不同的定价 产品服务策略 但无碍以他们有不同的成本结构 例如台塑化公司有较低的销后成本 但就该公司它的销管费用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从销管费用的各项比例分析来看的话 台塑化公司的NOPAT利润边际有缺席的改变 因此公司的进营业利润也仅维持4.7% 而中油公司它则维持5.3% 另外中油公司在EBITDA利润边际也优于台塑化公司 但两家公司之间的差异似乎并不怎么明显 总而言之台塑化公司小小的改善其销售利润边际 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该公司销后成本的降低 在其他部分台塑化公司的绩效是停滞不变的 或是比中油公司还差 虽然中油公司采取成本优势策略 但是仍能获得较高的利润 这是由于他们节省了较大的销款费用所造成的 以上我们所探讨的 我们是针对资产报酬利 以及权益报酬利 在进行财报分析的各项使用分析及说明 对资产报告 对资产报道